西方的科学技术真的都是起源自中国吗 明莫清楚 传教士携西学来华 中国的知识分子颇受震撼 震撼之余 知识分子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是在中国窃取的 这些东西都源自中国 黄宗熙认为勾古定理源自中国 后人失传被西方窃取 王福之说 西洋人这套东西 除了测量距离的学问还说得过去 其他的学问都是剽窃中国 方以智说 西方测算的立法虽然准确 但那也是中国圣人发明的 只是后人不争气失传了 被西方人学去 王熙产说 西洋人的立法无论有多好 那也是偷我们的 都在我们老祖宗的知识范围之内 康熙皇帝就更厉害 写了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 直接论证西方立法起源于中国 梅文鼎热烈歌颂康熙 说康熙的研究独步古今 那是历代学者所未及啊 官员软员更是考证出戈白尼的日新说 是源自我们张恒的地动仪 日新说也是西方偷我们的 走博旗论证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起源于墨子 薛福成论证西方宗教也起源于墨子 火车火轮船都是出自我们的牧牛刘马 清帝国的知识分子 在百年中与世界脱节 沉浸于论证西方科学技术 起源于中国 直到甲午年洋务改革破产 这才有人痛定思痛 沉浮写了一篇旧王绝论 说这些人对西学并不了解 却热衷于在古书中找一些相似的地方 论证西学起源于中国 说这些人就是在造谣啊 不但可笑而且面目可憎 非常讨厌